我可欠你救救 请救救啊 表达 需要动水啊 你都闭嘴 我给你救救啊 表达 别犯了 再给我去自杀 人家中的尸体进行救救 你需要表达吗 同时变 你们仨同时变 其实我觉得创作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既是我在创作这支作品 就我的作品也在影响着我自己 开心 那我觉得这个《长叹》它是一个新的类型 一个是第一个就是系列这么成功的 首先由这个概念的时候自然而言这个娱乐就大了吧 我觉得作为《塔人街探案》系列 它成长的一个最关键元素是 《塔人街》本身这个名字下面 就代表着很长的一段历史 它代表着很多无限的可能性 1 2 3 全都非常有趣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的探案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的探案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的探案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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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塔人街探案》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 我认为《塔人街探案》 原来《塔人街探案》 当时拍《塔人街探案》 当时拍《塔人街探案》 最后一场在机场的戏的时候 戅上原来 Lena Greta 写人演得非常重要 就是会延续到第三部 《塔人街探案》 如果这次《线街探案》 也侥幸能成功 而且能被观众认可 我特别希望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从《塔人街探案》 从第三开始我们会多一点拍其他侦探 比如说这次网剧里面我们有一个侦探就是林默 林默他就跟秦峰跟唐人他们这些侦探属于一样 从第一集我就很喜欢 自己真的加入到这个世界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其实蛮少见的手法在拍侦探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 所以其实欣慰的就是这个作品被大家接触 就好像你看着一个孩子长大一样 为大家欢迎 然后为大家期待 就已经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了 这什么牛逼的 你都没说他去火星的嘞 HAPPY BIRTHDAY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或者特别幸运 或者说是我最爱的时候没有体验过的感觉就是 一个角色能跟着自己一起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 我在成长 斯诺其实可能也有他的成长 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 秦峰其实慢慢地学会了开放自己的世界 去和别人产生一种配合和默契 尤其是跟他的表旧唐人 我觉得他很多东西 你完全就变成了 对王宝翔没有关系的不是王宝翔 就是唐人的角色 你们俩刚刚有没有一天都一个新秀老哥 有位 大家这次看唐三会觉得大场面特别多 忘掉摄影机的存在 我们尽力地让观众沉浸式地觉得 相信就是这样 然后真实体验在那里面 我们拍摄在这几年的过程中 中国的发展整体支撑着我们剧组可以去做这么多 我当时看起来很疯狂的世界 这种就是能拍摄会能给观众奉献出好的电影作品 这也是我们向观众开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